今天呢先帶大家來威尼斯 去吃一間米其林的餐廳 去找一個朋友 他呢,是位廚師 他以前在米其林餐廳工作的 這就是我朋友 哈囉,大家好 叫代超 這個廚師來的 現在在哪裡做可以講嗎? 我現在在美食美鋼美做 MGN的可以講名字嗎? 店你知道嗎? 好鍋 裡面主要是經營粵菜和海鮮火鍋 我要先去問一下他們我可不可以拍 可以拍我們就繼續拍 不能拍的話 那我也沒辦法了 我就不做,OK 哇,好好吃 哇,很好吃 嗯,很好吃 你看你吃 那我已經吃了一盛 這是沙拉是嗎? 應該是蠻新鮮的 剛做出來的 味道好香啊 跟一般喝到的奶茶不同 它是有股草的味道 是什麼草呢? 一種特殊印度草 也不知道是什麼草 我自己覺得蠻特別的 類似什麼牛西草 有的梅的東西的草味 還蠻香的 但是這種味道不是每個人可以接受 汁水加上紅石榴的汁 顏色染 之前的話 它會通過檸檬汁和蒜蓉 做一個醃製 再加上一些印度的風味香料 讓它賜予它 更加豐富的香氣 之後裹上這些醬汁之後 放到烤箱裡 250度的烤日 之後呈現出這樣的一個色格 之後的話 吃它一定要配上檸檬汁 這樣的話口感會更加新鮮 對 而且它的肉的 雞肉的口感會更加嫩 對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道菜 而且你看它的擺盤也是很用心 是一個十字架這樣的一個擺盤 是紅色與白色這樣的一個混合這樣的連接 用一下新疆的烤肉的味道 對 但是又不是那麼重的味道 然後再來是這一張菜 這一張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不知道什麼東西 先吃再說 吃一下 它應該是牛肉串之類的 是羊肉串 羊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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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下 嗯 有 起司的味道 是不是 這個是應該是用羊肉串做的 之後的話它會有芝士在裡面 而且那個口感會讓人感覺很複合 很多東西在裡面就是很有層次感 之後的話吃起來也很像 所以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 它湯怎麼樣 這個湯是印度的一個非常有特色的 因為我沒有吃過 但是它的口感會讓我感覺有酸酸的 就會有一種辛辣味 而且讓人吃了感覺會很有食慾 吃下一道菜 所以是很好的一個開胃的 一個叫菜 這個湯應該是就是那個蘇格蘭的一種 很特別的湯 它裡面有芝士之味的話 它口味很豐富很濃郁 可能有很多種食材再加在一起 可能是當地的一些 就是說一些特色的食材 就合在一起 我感覺吃得讓人很舒服 乾杯 乾杯 我之前在美國米其林餐廳 我有做過一道就是咖哩蝦 它跟這個很像 就是說它把咖哩的香味 就是有黃色的醬汁之後 把新鮮的蝦焯水過油之後放進去 味道非常有 但是這邊我想試一下這什麼味道 哇 好好吃 真的就這個味道就是很很正宗很 就是很傳統那種咖哩的香味 而且中間略微有一點點辣 感覺配在一起 所以顏色和口味就是一級棒 非常好 它屬於的那個口感也非常好 就是它會先煎一下 之後用蒸的方法把它蒸熟之後 保持原料它的最新鮮的口感和營養 所以把醬汁淋在上面 會增加它的口味和它的營養成本 所以它的處理方法是非常正確的 用手 當家吃就是這樣 OK 冰冰餐 用手 冰冰餐 雞肉身上最嫩的一塊就是雞腿上肉 而且是最好吃 也是賣的最貴的 所以他們用這樣的烤製的方法 首先在成本上會比較高 但是 就是雞腿上肉 口感上一定是非常美味的 最後我來嘗一下 77塊 再淋一些醬汁 它這個醬汁很熱 這個味道 讓我就是感覺到 它的首先它 這個就是經過炸製的 之後的話 那口感就會感覺有點酥 之後的話 它的醬汁裡有添加椰奶 會感覺讓吃的就是更加有那種 在想吃下去的感覺 所以吃了一口還想再繼續吃下去 我感覺這是對我們 作為廚師做出來的菜最高的評價 我們比較推薦它的鹹食 什麼雞肉串啊 還有什麼 印度餅啊 那些的 鹹的 我都覺得OK 鱈魚 好癱啊什麼的 但是 我們兩個 比較不太習慣的 就是它的甜品 它甜品其實覺得 真不知道怎麼行 就我會感覺如果要吃甜品的話 去法國餐廳會更好一點 對 之後的話它的就是說 精緻度擺盤 你可以過來學習一下 但是不一定要點 對 它的甜品一樣是做由米其林的那個 外觀的外觀有到米其林的標準 就是漂亮好看 對很精緻 擺著的OK 但是呢 吃起來東西呢 就 會有一些 失望 OK 因為畢竟印度餐出米的不是甜點 然後它把這甜點做得很像法式的那種甜點的感覺 是 但是你吃起來又深一點 又不像法式又不像印度的感覺 就 欸 真的有點失望 你給幾分 我給 如果10分的話給 9點 9點5分吧 9點5分 我的話呢 我對那個的話就給個 也9分了 好不好 我覺得它的服務OK OK的 整體心會讓感覺更好 對整體OK 食物也OK的 甚至 礙於它的甜品 扣了一點分 對我扣一分啦 扣一分 真的 很失望 這個甜品這一方面 OK 期待 有什麼 對期待下次 有什麼想試的餐廳呢 你在澳門有什麼覺得想了解它這餐廳好不好吃呢 對 你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好不好 你留言 我們兩個就去吃 對 試給你看 幫你點評 評價 吃給你看這個裡面有什麼東西 對是免費的喔 OK好不好 記得還有訂閱 OK 拜拜